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一道超级下饭的家常小炒 双椒碎牛肉 就是因为它让小微一下子没把握住 脸吃了两碗米饭 鲜辣过瘾 不管是用来拌饭还是用来拌面 味道都绝了 做到菜所需要的食材 就是视频里的两款主打 牛肉可以尽量选择肉质细腻 适合做小炒的就行 青红辣椒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 选择合适的辣度 我们先把牛肉切碎 这里对切牛肉的刀法完全没有要求 随便切成条再切成丁 最后再用刀把切熬的牛肉 像这样随意分切几下就可以了 把切熬的牛肉碎装入盘中 同样的需要提前腌制一下 让它入个底味 加入一勺生抽 适量蚝油 一勺米酒 大量白胡椒粉 再来一勺淀粉 用手轻轻抓拌 抓拌均匀之后再拧上一点麻油 一直抓拌到所有调料酱汁被牛肉充分吸收 让它冷藏腌制一会儿 接下来我们再来给辣椒改刀 把辣椒竖子切成四条 再横刀切成小丁 今天的辣椒是组绝之一 所以需要用刀的量会比平时多一些 切好的辣椒碎我们需要给它提前入个底味 直接加入一勺生抽 用筷子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另外还需要准备一些等下炒制的时候会用刀的配料 大蒜末和酸椒末分量可以多一些 这里油豆豉和豆瓣酱大家可以二选一 多辣椒和葱花也来一点 最后就是必不可少的陈醋 它可是这道菜口感的点睛之笔 准备好之后取出已经冷藏入味的牛肉碎就可以开炒了 这道菜所需要的油会比平时炒菜的量多一些 如果有猪油的话加上一点味道会更好 没有也可以不放 油热后倒入准备好的牛肉碎 先用锅材慢慢划散 再借助火力把牛肉的水分炒干 一直炒到牛肉完全断生,水分完全蒸发 加入准备好的酸姜末 没有的话用生姜也可以 把豆瓣酱也倒进来 这里的豆瓣酱提前用刀切碎过 炒出来的口感会更好一些 接着加入油豆豉,没有也可以不放 再来一些剁辣椒 借助火力翻炒 等调料的味道被完全激发出来之后 再倒入准备好的大蒜末,青红辣椒碎 快速翻炒 这两样食材都不能炒太久 不然会失去辣椒和大蒜原本的香气 出锅前千万别忘记拧一点锅边醋 有了它,这道菜的味道才算是有了灵魂 最后再来一把葱花 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就这样,轻轻松松毫不费力 一道味道浓郁,颜色丰富 超级下饭的双椒碎牛肉就做好了 作为一道普普通通的家常菜 开胃下饭是它的特色 不需要烤旧的食材 也没有繁琐的步骤 只是将生活中最普通的食材和调料融合在一起 便成就了这份让人吃得心满意足的下饭菜 喜欢的朋友们,赶紧去试试吧 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视频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分享 请别忘记关注和订阅我的频道 简与世纪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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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